好 談完了特斯拉的財報之後 緊接著回到現在什麼都在漲 特別是航運 航運可以說是入海空都在漲價 機票在漲 運價在漲 什麼都在漲 所以談談這一波的航運漲價潮 到底漲價的力道有多驚人 從今天外資買超前10米 有五檔式航運 你看華航 長榮 長榮航 玉民 星星 秀出了一個氣氛 航運股要動了 所以今天包括貨櫃的長榮 陽明 散裝的玉民 星星 還有航空雙雄 今天都表現得不錯 那我們先講航空 航空的話大概下個禮拜 這個就接近5億 長假的時候 大概亞洲到美國縣 大概會漲15%到30% 弧度很大 另外我們來看一下美國 佛羅里達的地方法院法官 已經推翻了拜登政府的口罩令 就搭飛機不用口罩 再來我們看一下 美國指標性的兩大航空 大家都以為說這個財報 應該科技股 不是喔 是航空喔 你看達美航空 他說預估第二季要獲利了 第二季就這一季 又預期 對 然後聯合航空 他也估第二季的營收 將會寫下單季的新高 我們再仔細看一下K線 有沒有像我們的航空雙雄對不對 你現在達美航空已經接近了高點 連七紅 連續七根還可以吧 那聯航空 現在這個盤錢的話 已經大漲了7% 現在我看美國的航空盤錢的交易都大漲 可能是今天晚上 美國股市的一大亮點 好 另外我們再回到海上 這是天空飛的 我們來看海上在今天的新興公道漲停板 對 為什麼 BTS似乎已經觸底開始這個反彈 但是我們看一下 在散裝輪當中 今年漲最多的都跌破眼鏡 不是海家也不是巴拿馬西 是這個原油的郵輪 原油郵輪指數 在那個石油的 漲最多對不對 今年 注意看一下 漲102% 就今年以來 漲最多的是郵輪指數 所以大家理解 這個平常新興好像不怎麼樣 去年EPS一塊二 當然有郵輪 對 今天盤中一度的漲停 而且今天外資跟投信 不曉得是約好了 全部大買新興 為什麼 因為這個禮拜24號的話 華國第二輪的總統大選 預料馬克宏會勝出 那現在有一個說法 馬克宏支持歐盟禁運俄羅斯的石油 所以等到馬克宏選上了 聲量很大 然後歐盟開始會宣布 最快下個禮拜慢一點 現在德國有意見 慢一點的話也會宣布 那你想看看 歐盟假如禁運了俄羅斯的石油 待機大條 小謀說 布蘭特會漲到185塊美金 現在才108 108 現在是108.25 假如真的漲到185 那還得了 預期這個歐盟對俄羅斯的石油會禁運 現在大家就趕快搶著 因為它會有一個電耐 像那個煤炭 它不會馬上生效 它可能是規定說 某個時間點以後就禁止 所以從現在到那個生效期的時候 這個中間就搶運 搶運 所以搶運當然 對 能夠運油的就有機會有利多 對不對 星星有三艘郵輪 對 它有三艘 這個國內的散裝輪當中唯一的 那這個油輪就是叫VLCC 我們來看一下過去的經驗 在2019年9月14號的時候 沙國的油田爆炸 然後9月25號的時候 中英海控被美國制裁 為什麼 中英海控去載那個伊朗的石油 美國就給它換 那當時VLCC的日租金20.4萬 是平常就是成本價2.5萬的 8倍之多 你看 不會有這麼高的運費 就是因為花生這個事情以後 飆到一天用20萬 20萬將近台幣600萬 租一艘一天要600萬台幣 飆起來 在這一段時間點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今年以來 今年以來就很奇怪 因為也跪來 也戰爭 各方面 那現在這個今年以來 這個波段已經是119% 所以當然有影響 我們看2605的星星的K線 看一下 其實它整理很久 突然拉台 然後下面看一下外資 外資 其實有時候股票不是看EPS 我要告訴大家 題材滿重要 題材對了 EPS不怎麼樣 照掌不誤 那今天的這個外資你看 非常明顯 買超晃大 那投信也跟著 投信很少會去買這一檔 好 這是散裝 那貨櫃輪有沒有運價 要漲價的跡象 有 那因為 今年對中國5E長價 老實講 非常特別 那過去中國是在5E長價以前 工廠盡量生產 然後貨櫃就盡量的出貨 但今年4月開始上海 昆山 到蘇州都把你封城 所以他們認為5E長價就下禮拜 下禮拜的週末 那認為說5E長價反而中國會解封 但是同樣在解封的時候 就會前面出貨 趕工出貨 貨櫃出貨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們5月1號 像國內的貨櫃輪的話 居然把人家加收GRI 付加費 對 以長榮來講 40英尺的話 1000到2000塊美金 你看聰明前國際資金開始 已經在抄底了 對 你看從4月12號 就是中國陸陸續封城那個時間點 馬斯基漲了6.5% 赫博羅德 這是歐美的 更是漲了16.3% 但是我們看我們貨櫃三雄 都沒什麼漲到 揚米鬧氣 0.4%這樣鐵帥垮 外台2.9% 所以我們比較落後 3.5% 我們就比較慢費 好 但是問題是 航運裡頭有天上飛的 有海上游的 海上游的有貨櫃輪 有散裝輪 我該怎麼選呢 認為這時候應該選 天上飛的航空股給圈 認為應該選貨櫃輪給X 認為應該選散裝放中間 到底選誰 最後一照 請舉牌 好 我們看到有 三票選散裝 有一票選貨櫃輪 只有你選貨櫃輪 對 其實我認為都會漲 但是長榮基本上 比較具有指標 長榮2603 對 就是他只要一拉 大家都知道說船要動 快點 趕快去吧 回到台股經驗最重要 帶你來關心的是 頭信在今天買超31億 買的是高股席蓋念股 所以在今天元大基因台素 表現不錯 所以昌星幫我們來解解頭信 頭信在今天買了什麼 元大基因華航華新寶城國泰金 合碩富邦金光寶科 台化台素 所以現在投信 其實他不會去搶短 這些小型電子股 大家看到光寶科好像是電子股 不好意思 他配4.5塊的現金 所以我認為其實 現在的重點就是說 你看 現在買的是高股席 或者是傳產 對 譬如說國泰金去年賺10塊 如果今年配下來 6塊就好了 也快接近10% 合作我們剛才有提到 其實也是7%多 光寶科剛才也提到 其實他配4.5塊 所以整體來說 如果你現在要跟投信牌 最後一個重點 今年度他選的是什麼 高股席低波動 所以他用這樣的概念去選的話 如果你現在再找這些股價的話 其實相對來說 你看都是非常強勢的部分 所以我覺得跟著投信走 現在跟外資的腳步 其實是不太一樣 反而是防禦性的一個股票居多 好 那高股席股怎麼選呢 很多人都會去選這個0056的高股席 可是問題是0056有一個缺點就是說 去年度賺很多錢 譬如說像聯勇這種的 那像這個所謂的友達的 他去年賺很多錢今年往下 所以反過來說有一種叫做 高股息低波動 他叫做00713 這一類的股票他有說 股利率高 穩定度高 價格動能高 所以這樣的ETF 價格動能低 價格動能低 反而是今年度所有ETF裡面 績效相對好的 那我就把他的這一些類股持股 排出來之後 大家可以發覺 他的股利率其實都是高 可是相對他的股票都很穩定 比如我們剛才知道 光寶科 統一我們今天也提過 金城銀行 統一超雅尼 從越這是台積電供應鏈 所以我認為相對來說 今年比較抗跌的 你可以去選這樣的標的 如果投信又有加持 外資又有買得 要你去決一個交集的話 這樣的一個防禦性類股 我認為是電子股之外的不同選擇